枝丫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我们在十月份推出 大主管的山顶学系列 第四周呢 我们的单元进入到 宫高正主了吗 宫顶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啊 她是广告女王 所以今天的录音室可以说是 女王驾到的这个感觉 我们来邀欢迎 台湾澳美共同创办人 庄淑芬 萱嫩 哈喽 大家好 好 那萱嫩现在有另一个身份啊 是共享联盟Costinker的这个愿景长 那今天在这个地方 特别特别适合她来谈 就是登顶后的下一步 因为大家刚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个 共享联盟Costinker的这个愿景长 创业 走向创业这条路 她登顶之后 会产生人生的第二曲线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Shanen的一个看法 第一个我要澄清一下 从来没有功高正足这件事 不然就活不到现在 那我过去的经验 因为我觉得这个三点学 可以好几种吧 好几条路 对不对 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好了 我通常在开始转换 觉得自己不断重复 腻了 烦了 没有到腻 但是原地踏步 好像没有什么进步 那我就会开始想 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这个就是我当时 从台湾澳美集团 然后自己请调 说我要到中国大陆去 那这个比较早 公司也会看 就是说公司的状况 还是说你请调的时间 合不合适 各方面 所以其实我请调的时间 是等了大概两年吧 等到公司 台湾的公司找到 继任的人选 中国大陆那边 有适合的位置 所以我是 都是预先提出来的 是是是 所以这些种 等一下 我就很好奇 他已经在台湾的山顶了 但是他觉得 那个山顶不是山顶 因为他觉得很无聊 所以他就请调到 更大的一座山的山顶 我没有觉得无聊 我自己觉得说 好像 就见高不是高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自己也觉得说 你还是可以继续进步 台湾的市场 还是比较小 对不对 那我在公司 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本来就应该也要交棒 我通常都是会主动 跟公司讲说 这个应该换人来做 可能会更有新意吧 因为我做了 这么一长的时间 可是我自己也想进步 真的就融合在一起了 又交棒又再创高 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创高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就想 我要转换跑道 我要换一个新市场 同样是澳美 但是我可以 到不同的市场去 那顺便把台湾这个也交棒 然后说不定呢 你就是有一个新的机会 你那时候在转换跑道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那不是高峰 可能是低货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可能比较勇敢吧 我就觉得你不去 你永远不知道 对 所以我就去了 你就去了 就请掉了两年之后 对对对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所以登顶以后 你到底要往下走 或者是再找一个山去爬 或者是你要交棒 其实都可以 就看你个人吧 个人的经历 个人你的职业的 一个life cycle 对不对 你到了哪一个阶段 你的体力 还有你是不是还继续 要往 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是 在那个已经是台湾澳美 最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轩能有 当时有这样的孤独感 或者是不被理解的感受吗 是这样 跟轩能在同一周 谈同样题目的是 前台湾微软的总经理 蔡恩权 David 他其实后来也是 那是公司一直叫他去中国大陆 他就不想去 就常拖了大概两三年 还是三四年 他就终于去了 这样 然后在他去中国之前 他领了两座台湾微软 最优秀的两座分公司的奖 在他领了那两个奖之后 他非常的失落 他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 这心情是跟当时轩能在台湾觉得说 也许我还有另一个高峰 虽然那个高峰 可能是高峰 或是可能谷底的不确定性 但是当时触动你去 想要找接班人 想要自己去新的市场开拓 是有这种感受吗 我可能跟蔡轩不太一样 因为他还领了奖 我没有领奖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换一个跑道 就非常单纯 其实我很单纯 也很好奇 因为其实我的很多 我的主管 或者说当时一些其他的伙伴 也都到大陆去开拓了 我算是比较慢的 我是比较晚走的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台湾还需要我 可能想太多了 所以我在台湾还是做得很开心 很愉快 然后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只是说我后来觉得说 我应该趁我还自己认为 才年轻的时候 活力还很旺盛的时候 我应该去更大的市场看一看 通常一个专业经理人 他要有些异动的时候 他对公司 对自己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就是他要把接班的梯队都好 他才好放心 对公司有一些交代 那您当时比如说 要调去北京的时候 你是如何挑选 或者是培养接班人 应该这样子 放心的走 我不敢说只有我 因为我们通常 尤其我们那时候的老板 一个是Meyers 一个是宋志明 那Meyers是我们亚太的 等于是亚太的头吧 那宋志明已经在大陆了 对 他是管整个中国大陆 对 那我只有我在台湾 所以我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 就是那个花了两个年的时间 因为Meyers觉得说 你台湾不可以 没有人 没有人对不对 那你要找到合适的人 你才可以离开 好 那我们就从 我们都是从内部吧 对 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讲说 Permote within 从内部提升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 公司里面最资深的人 或者不同技能的人 因为他是个集团 对对 不同方形的人 不同方形的人 后来我们决定就是说 我们同时Permote两个人 因为那时候台湾我们已经大了 也比较大 所以他可能一个人上来的时候 可能会不能讲说管不住 会会有一点承担太大 所以我们就Permote了一个董事长 跟一个我们叫集团的总经理吧 当时是白重亮先生吧 他是董事长 然后黄富华先生 他是那个集团的那个总经理 CEO 应该是这样CEO 一个CEO 一个董事长 那我也多 我多停留了一年 我是为什么说两年 就中间 那个第二年就是我就 还在公司 但是等于是我在现场 但是我不管事 OK OK 看管就对了 没有到看管 我就协助他们 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 稳住这个集团 我才离开的 OK 所以他们两个等于是共治嘛 像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的这个状况 对对对 那那个刚刚 当然董事长还是比较大吧 是是是 刚刚先生有提到合适嘛 怎么样判断这两个人是合适 就他们专业能力 应该都很厉害啦 在某个特殊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是人的行业 所以你会去看领导力吧 带人的一个价值观 还有就是说 对这个行业的热情 因为我们就是 究竟是一个 创意行销传播的行业嘛 所以你的专业技能不同 但是你是不是会尊重创意 那澳美的文化就是 人知识创造力 对不对 你是不是重视知识 你是不是重视人 你是不是重视创造力 我觉得我们都在 就算你在高的位置 都还是会去看这一方面 大家的一个 对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承诺 对 所以比如说 那他们两个的 刚好背景不太一样 一个是公关出身 一个是比较是职效行销 对 所以在这么高的 这个位置上面的 这个接班人的挑选或培养 专业能力已经 当然一定是必然的 但是每个人专业能力 都一样的前提之下 其实你们更在乎的是 这一个人的领导能力 还有他的价值观 特别是对人的 这件事情的同理 还有就是对产业的热情 对 还有对公司文化 他是不是认同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他 大家上任以后 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就是会前面那几个是蛮重要的 那比如说在找创办 对不起 接班梯队的时候 一定也会有fail 或者是怎么样 那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你们会从内部去promote 当时公司或是一般的企业高层 在决定接班人的时候 很少人会找空降部队 还是怎么样 因为空降部队会有更大的问题 不一定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们的创意就是 大部分都是空降部队 OK 那这个跟当地的人才有关系 或者说当地的人才 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先让外籍的人才进来 然后去培养 所以不一定 就是每一个case都不一定 那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也 我在那个前几集有访问过的时候 有谈到说 我们第一任的外籍的创意主管 就是纽西兰人 是是是 Chris吗 Chris对 Chris Reply Raply Sorry 倒不一定 我们也有业务 也曾经有外国人 OK 荷兰的 对 那时候他就对我报告 但是他就代理那个业务 跟哪一个国籍 倒是没有关系 可能刚刚你天时地利人和吧 我觉得领导人 每个领导人都有他的命运 对吧 就是你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你就当上了 那当了好不好 就时间来证明 对 那您在那两年 把这个公司的接班人 接班梯队大概都放好了之后 你就放心 就去北京 找你的那个新的事业 不用放心 人家本来就会接班 我没有什么放心 我就是要去走我该走的路 那你那个时候 我们叫做 登台湾顶之后的下一步 你到了更大的市场上去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心境 然后挑战 压力 那你后来是怎么克服 应该说 有没有这些事情 如果有是怎么克服他们的 有啊 我第一个去的时候 就碰到SARS 好惨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人可能煞雨而归 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因为我那时候去 我二月去的吧 过了新年就去了 当然很早了 那时候算2003年 有很多年前的事情 去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因为公司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一个很破的巷子 没有人在家 就没有资深的人在 我一个人去到那边报到 我来干嘛 对 不是 我想我要找这个人 这个不在 找那个人 那个不在 然后就很不好意思 我认识的人都不在 中午时间 不到中午 上午时间 还没来 对 我就说 这是故意的吗 每一个人都不在 然后下马威吗 后来 后来终于有一个认识的人 就觉得不好意思 就赶快说 我们的人资长 他就说 赶快来找一个公司里面 比较资深的人 跟我陪我一起吃的午餐 后来我就开玩笑 我说 哇 你们真的是 那个我来的那一天 没有人在场迎接我 然后好像让我知道 说 给你苦头吃 就是这样 对 后来就碰到SARS SARS是3月吧 我记得 北京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就到处 我去的时候就开始 在访客户 我就带着团队 我们大概一起 我们总共比了9个 9个搞 你说同一家客户吗 不是 不同的客户 9个客户 9个客户 比了9个客户 都赢了 重点是来了 就因为SARS 全部停 Pending 完全Pending 所以没有 等于是没有预算 所以很惨 白忙一场了 真的 后来有实现了吗 我倒觉得没有白忙 是说 等于让我练兵 对不对 然后也让我 我们还是有赢到一些 一些客户 就我去的时候 带着团队 赢了第一个客户是LG 韩国客户 赢到了 所以就是等于是 大家帮公司建立了一点信心 说你看 那个 我们比稿是会赢的 这个是比较好的部分 那不好的部分就是SARS 然后所以比稿就全部停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中间 那时候还有所谓的五一长驾 我就回台湾 我记得那个SARS发生 你回台湾你还不能直飞 因为香港很严重 那时候没有直飞 所以我飞到韩国 再从韩国回台北 回到台北以后 妈妈还在 所以他们就说 你们这个疫区来的 要隔离 自我隔离 所以也不能见妈妈 所以妹妹就每天给我送菜 我那时候在想 我到底还要不要回去 对不对 那我北京的秘书 一直很担心 说我可能就不回去 不来了 不来了 妈妈也担心说 哇这个 对 这个是不是有生命危险 你还要去 我后来还是去了 我觉得说 我刚刚上任 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 如果是二月 对对 二月到四五月嘛 对 什么都还没做 对不对 然后怎么可以这样就回来 对不对 这不是你 Exactly 就觉得 我是觉得说 不行 我不能这样示弱 而且这个 这个SARS 算什么 没关系 所以我还是回去了 回去以后 那既然 新生意都停摆 那我们就来内部 操练好了 我就说 开始做 相关的训练 然后开始说 把公司的一些制度 建立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企业文化 果然是院警长 真的 我就想说 那我们怎么样 重新把企业文化 让大家重视 都是在那一年 没有办法公外 那我们就安内 不能仰外 就安内 妈妈叫你不要去 北京的秘书 担心你不来 然后外面的环境这么差 股市又跌 出去哪里 又觉得好像快被传染之类 那时候没有很 就是 焦虑 对 然后就是 而且才三个月 才三个月 因为不是说三年 或是一年的那种机会成本 可能就高了 才三个月 那时候挣扎没有很 很天人交战 我觉得 我那时候大概就想 我一定要把它 我一定要待一段时间 那时候没有预设 我还待个两年 或是待个什么 我一定要做出个什么东西 有一点 有一点 因为我已经离开台湾了 对 我把台湾交棒了 我在想 我没有退路了 对 退路就 就离开了 对 所以我自己又要去 你就要证明 说你自己可以在一个新市场 生存下来 我想那时候求生的欲望 大于大一切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这个SARS也算是 英文讲说 那个Disguise Bracing 就是说 你有时候看起来像货 其实是福 对不对 那也因为那段时间 所以我想那个公司的员工 也会看着你到底做什么 对不对 每个人也想说 你从台湾过来 你到底带来给我们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你没有退路的 直奔北京 不管是农历年二月 还是SARS回来之后再去 你那个时候 对于自己的这种期待值 或者是 怎么复制台湾成功经验好了 你那时候心里头 有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你怎么知道 在企业谷底的时候 不是做裁员 不是缩编 而是练兵 其实那件事情是蛮有远见的事情 我觉得我那时候 老板们都很支持 因为觉得北京要 其实我们在北京已经一段时间了 我去的时候 它是199 应该是93年吧 北京已经在了 那个办公室已经在 只是经过了很多不同的主管吧 后来就有一点点没落 所以我去 不是说我重新建立 而是去重新振作 重整就是了 重整 对 印象很深 这个跟那个主管又有关系 就是我去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 我的那个宋主管 宋老板就跟我讲说 我们准备那个澳美广告 有一个总经理 我们要提升他当总经理 他是国外部的负责人 是个新加坡人 对 英文很好 然后都做跨国性客户 他说现在你看一看 如果不错的话 我们就准备 让他来担任总经理 OK 我就说好 我观察一下 那我就第一个开始比稿 就是刚刚讲到LG的比稿 那个就是我第一次带队 但是也是被强迫带队 因为我去的时候 刚好这个客户在比稿 那这个客户比稿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们要promote的这个新加坡人 要去负责比稿 是 但是当时的企划部很痛苦 因为他们接到的那个客户的简报 他们说就是空洞 就是一张纸上一个洞 叫空洞 那我就说 真的吗 你把那个东西拿来给我看 我看了以后 我真的就觉得 这个创意部怎么做 我就把 那个是广告公司最狠的事情 就把团队找来 这个简报 现在比稿的创意很难 很难做 我就这个 这个简报要重写 是 大家脸都 绿了 绿了 对 他想说 那有点不甩我 因为那国外部 他觉得国外部一直都是公司的金基母 真的 对 那个时代 然后我又新来的人 你有什么本事 空洞 对 你有空洞 我也不算空洞 我是转调而已 他想你能干嘛 我说我能干嘛 我就是换团队 我就是那你们退出 OK 你们如果不愿意改这个brief 然后创意也不要做 我说这样好了 你们退下 我换团队 其实那时候比稿只剩下三天 很敢 那我一直都参与比稿的 所以没关系 时间很敢 又很有种 三天 我干脆就把那个企划部找来 我自己当大A就对了 我把企划部找来 我把公司的创意部 大概有三个团队都找来 然后到大会室 我就告诉他 现在有个紧急状况 我们要比耳机 然后我希望我们比得到 然后我会带队 我们重新写这个brief 我跟企划部讲说 你这个brief呢 就写那种最简单的 就是不要太复杂 但是是安全的 我意思说是对的 然后让这三组创意 同时提案 三天 后来那个三天之后 我就带着团队 三组人带着团队 三个案子 三个案子 我就对LG的客户提 我亲自提 然后创意说明 那我跟他讲说 我今天的策略 是要告诉你 我们有多resourceful 创意资源 非常的丰富 其实我是用策略取胜 不是说内容 因为那么短的时间 对 那个客户还不错 客户就懂了我的意思 后来他就说 你们赢了 奥美妮赢了 那时候是我败对的第一次比稿 我觉得我感受到两件事 在最危急的那个时刻 你运用了你的聪明智慧 去调动那些资源 你对客户展现的是一种 资源整合的一个 充分的诚意在前面 这是第一件事 主持人很聪明 没有 第二件事情是 我觉得你很有种 就是你也不怕那个冲突 就是新加坡的那个 那个要被promote那个总经理 没关系 你就先在旁边看好了 我这边直接 把人示范给你看 对 做给你看 然后而且非常恭喜 还做成了 这件事情有趣的案子 应该是在当时 北京澳美这边 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案子 应该是说 他们看到我做了什么 对你来讲 也是您到一个新的市场上 新的环境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战功 一个credit的累积 对 但是是被迫的 不过后来 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跟公司建议 说我觉得这个新加坡人 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当总经理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 因为他那时候认为 他可能是准总经理了 对不对 可能公司对他有promise 或怎么样 我在想 我才管你的 我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做 因为现在是 我要做决策的 他在开会的时候 他就说 他要把公司业务部 分成国外部跟国内部 是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国外部赚钱 75%公司的营收 都是来自国外部 国内部根本不成气候 只有三 就还不赚钱 我说那你的国外部的客户 是谁给你的 我说那是爸爸妈妈给你 我那时候常常用这个 我说总部给你 爸爸妈妈给你 国内部是我们要 自己开发 对 然后是一滴 每滴汗都是 而且又难做 是 那营收也不够 我说这个国外部 是要来协助 让我们国内部 能够壮大 而且不是你开发的 对不对 我说你如果要把公司 分成这个部门 over my dead body 我用英文讲 他真的生气 他就去告状 他就去告状了 我就跟宋先生讲说 我觉得他不适合当总经理 很敢讲 我说你如果坚持要让他当 我说我也会去跟Maias讲 我觉得这个人不合适 所以我跟他吵了一顿 是是是 后来Maias是挺我 OK OK 那我跟宋志明讲说 你如果不让我改变 那我就回台湾 因为你是要我来重整这个公司 我还照你原来的方法 原来的组织 我根本没办法动 后来因为有大老板听我 因为活下来的 他们也没办法 活得好 就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经过这些挑战了 或者是说 我一去的时候 一点都不顺利 一个一个跟我讲 这个要辞职 这个要回香港 这个要干嘛 我说我好像上了一条 那个破桶 贼船 对 上了一个贼船 然后到处破洞 我说那一年好辛苦 2003吧 我想问啊 就是说如果今天 我们再次攻顶 不管是攻台湾顶 或者是说 攻大中华的顶 您觉得您哪里 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刚刚宣论提到的 就是你丝毫不怕冲突 没再怕这件事情的 几乎天天做的事情 就是跟你直球对决 其实你刚刚也点出来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常常在分析的时候 就说宣论1.0 2.0 3.0 你刚刚提到 我在中国的时候 算是先人2.0 已经没有像1.0时代 那么严厉 应该这样讲 我到大陆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温和一点 但是碰到这种极端case 我的本性就出来了 现在3.0 在call thinker 应该就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说 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那种 所谓直球对决 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我可能可以更圆融一点 是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当时做跟说 做的比较多 说的比较少 跟我们文化 文化有关系 跟女性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就跟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 就是比较谦虚 我们比较谦虚 比较低调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 不用太低调 你如果是在跨国公司 你就是要学习老外 就是你必要的时候 就是要推广自己 我所谓自己包括公司 不是说你个人 这是一个 那我以前比较 做的比说的重要 但是我现在觉得 其实两个都一样重要 说跟做一致 当然你要先做 你才能说 我一定不会先说 然后再做 另外一个就说 可能一样吧 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严肃 就比较严肃的人 今天我觉得很轻松 是因为三点零的关系吗 真的 没有 我所谓严肃 就是我作业的时候 通常比较严肃 你现在看到我都是 比较非作业时间 我一作业 然后自然而然 就会比较严肃 哪天要去到办公室 偷袭一下 在旁边看 那我现在觉得说 我作业的时候 也是要学习放松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有时候放松 反而会有更好的 好的效果 对对对 那这个是我觉得 我一直 一直比较不足的地方 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我们来帮粉丝敲碗 其实我必须要 坦诚一件事情 这个粉丝就是我本人 这件事情 是我前阵子看到一本书 我真的觉得 马上打到 那本书就是 《记得你是谁》 哈佛的最后一堂课 其中有一篇文章 他就提到说 晋升执行长之后 你再也得不到的两样东西 就是粗茶淡饭 跟肺腑之言 我想请问 Shannon 大主管们 常常会碰到 这样的情境吗 那个粗茶淡饭 我觉得我长期都是 粗茶淡饭 因为我吃得很清淡 所以这个可能跟执行长 没关系 跟美食家有关系 是是 这件事情 杀伤力比较重的 应该是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对对 那肺腑之言 我觉得这个跟个性 有关系吧 那我自己一直都 不喜欢一言堂 所以我年轻 当主管的时候 会叫人家批评我 然后万箭创新 创新就是证明 所以我会刻意的 去安排一些 探子来报的姓名 对 有些是 可能是办公室里面 有些人可能会 谈得来的 或者是说 我的人之长 那个我跟人之长 算是战略朋友 就因为他可以去了解 公室里面 每一个员工 对不对 然后人工数越来越多 我不可能 每一个都记得 大家吃饭的时候 我一定会问到公室 对 会问到公室 另外一个就是 我会利用一些机制 那个高阶的主管 就会有个集团 主管会议 设计让大家 能够讲话的 一个题目或场合 那员工调查报告 我就会利用 那个中阶主管的 这个360 club 然后去跟他分享 分享之后 我就让大家做workshop 你听到肺腑之言 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有行动 至少有一个沟通 你才会一直听到真话 反正人家觉得 我说了也没用 对我跟你讲 然后走过就听了 那个村门聊无恒 对不对 能做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 执行长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刻意安排 不然你确实 你会听不到真正的话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共享联盟 Coslinker院警长 庄熟分宣呢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10月份的 大主管山顶学当中的 第四周主题 功高震主吗 登顶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轩能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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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